今期想介紹一個挺特別的角色 我會買這款,或多或少是因為我想存在吞聲使者 就是這款Fry-Load Fry-Load?應該是Load 它很奇怪,為何會在神奇四盒這個箱子裏出呢? 我想不明白 中文譯音叫火王,掛卡非常大,大到偶電 應該說神奇四盒這一套伏主包裝都是死貨 死貨到在亞馬桑堅夠膽死一億元一斤 先開出來 開出來的包裝其實很小 這隻火王給我感覺是挺特別的 可以看得出它有個掃描小似Panic火 這條火棍我最期待 也是覺得最特別的 先放一盒 先拿去 上裡面 好,很難看出來 那,可能大家有看過我以前的 人都知道我有買了原本的中籌版吞聲 裡面配了三隻吞聲士姐 就是欠了一隻火王 所以我一定會買這隻 開箱之後就把東西拿出來 先看看這個配件 這條火棍是硬膠 有點偏硬兼軟的膠 但不至於完全硬得離譜 蠻特色的 這是透明件 一對拿武器的手型 看看主體 你們一看就看得出來 是Practical的改武 買完之後 基本上四隻吞聲士姐都齊了 你們可以在我的影片 找到其他的記者介紹 銀影盒、暴君等等 看看這隻 頭和左右零沒有問題 它的掃體也是用了1.0掃體 就是那些有洞的掃體 上面這裏都沒有關節 只有90度 手臂 但它有蝴蝶裝的關節 可動性加大了很多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腰那裏 左右零沒有問題 腳腳那裏 左右零 下面有球形關節 神奇四後這個系列 我希望我遲些都會追賣 因為真的很便宜 現在大概50元 可能40多元都有一套 就是四隻 石頭人 神奇先生 以及隱形雷 我不知道這系列 發生了什麼問題 但真的死貨死得很教官 曾經見過亞馬遜造價 做到2元一隻 但當時我是未會坑 MAROLAND醬的 那就 有點可惜 那時候是沒有買到 那就 大概就是這樣 那整個系列 就用了黃橙配色的 那個 上色 那這裏是 類似香蕉黃 這些是類似橙色 那這裏的 這一節有點鬆 但不算鬆得很膠 個人可以接受 那自此我就吞聲士真的齊了 那換手就是直接拔的 那它如果有給一隻開掌的手 會漂亮很多 那就拿回火棍 那火棍 那火棍看能不能拿得緊 勉強 拿不緊的 因為火棍也是偏重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是這樣 那就今期視頻到這裏了 我們下期再玩其他玩具呢 拜拜